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5号在北京举办了2023年台商新春座谈会 50多位台商代表参会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人宋涛在座谈会上表示 将致力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 为两岸人员往来提供便利 推动早日实现两岸往来正常化 交流常态化 宋涛在座谈会上表示 忠心希望两岸同胞相向而行 携手并进 共创中华民族绵长扶植 我们将致力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 为两岸人员往来提供便利 推动早日实现两岸往来正常化 交流常态化 不断增进两岸同胞扶植 我们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基础上 与台湾各界有识之势 就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 开展广泛深入协商 只要台湾当局认同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两岸协商谈判就可以恢复起来 在两岸民众的共同期待中 1月7号中断近三年的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部分复航 2月1号 大陆航空主管部门 已通过海峡两岸空运协议联系渠道 致函台湾方面表示 希望推动两岸航线恢复正常运转 对此 参会的台商代表也呼吁 两岸交流交往要尽快恢复 希望第一个小三通能够全面地开放 第二个航班能够增加 第三个航点能够由现在目前的四个航点 逐步逐步恢复 我想国台办也已经释出了这个善意 希望能够扩大交流 我们也希望说尽快把台湾的同胞 他们到大陆来 比较集中的16个航点尽快地开放 对两岸的交流是很有帮助的 在台湾还有很多科技金融的高层次 一些台湾青年人才 他们都想到大陆来 他们也跟我们反映 他们在岛内接收到很多的信息 都有很多偏颇跟错误 我觉得说台湾青年在今年 如果把握到整个疫情后大陆的发展 对台湾青年来讲是非常利多的事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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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